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件 日本近來我在夏天 我拍片中沒有展示給大家看的 但有時我不拍片我出街 我都會穿著一件衣服 Maii是很討厭這件衣服 她說我穿著這件衣服的時候 她是不想走在我旁邊的 是為什麼呢?我不知道 但給大家看看這件衣服 夏天雖然已經過了一半 但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件 消暑神器 這件衣服其實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到這件衣服裏面 它是有兩個風扇在這裡的 如果大家來日本旅行的時候 經過一些馬路 或者正在建的一些屋子之類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建築工人 或者在馬路邊做事的工人 他們都會穿著一件這樣的衣服 這件衣服其實我已經買了很久 但我拍片的時候 我就沒有穿過出來 所以大家沒有見過 裡面有一個尿袋 這個尿袋就是宮殿筆 裡面的兩個風扇就去到出風 令到人比較涼 這一件消暑神器 我自己其實就 遲些去露營或者之類 我都應該會穿著這件衣服的 她說如果我穿著這件衣服的話 她就不想走在我旁邊 有這麼窄嗎?這件衣服 不是很窄的 我覺得香港的建築工人 其實都應該要穿這件衣服 哇 大家記得嗎? 現在我馬上開到最大 她有三個風力調節的 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要達到最佳效果 是必須要拉上拉鏈 拉上頸 那它裡面的風才會在那裡吹進來 那這件衣服穿著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嗎? 就好像那些呢 穿著一件公仔衣服 然後在那裡彈一下那些 裡面是吹氣的嘛 她這件衣服其實就是那些原理來的 對 那大家看到 背著這裡都漲起來了 體感溫度呢 其實是會低三四度左右的 就是如果外面是三十度的話 你穿著這件衣服的時候 可能是二十六度、二十五度 那個體感溫度是二十六度 其實是很正的 大家看到兩個風扇 在那裡吹風 是不是? 哇 外面很大雨 可以信心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外面的那個 鎖鏈 究竟是怎樣做 這個就是下雨的時候 會看到那些水 就會這樣 去到落下來 如果打開窗的話 會聽到那些水聲 跂下去 我不知道這件衣服 香港呢 有沒有人穿 但是如果要買 都買到的 也是先去那些網站 但是這一件呢 是日本品牌子 如無以外 應該是日本禮王開始先的 這一個有風扇的衣服 這一件,有個風扇在後面的衣服,應該如無意外就是從日本開始的 那這件衣服呢,真心,真是涼,體感溫度降幾度 在室外工作或者車房工作的人,其實應該要穿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其實我買了差不多兩個月了,但是沒有在片上跟大家介紹過 因為我出街拍片,我又不會穿這件衣服,因為其實拍片的時候穿著 它不斷維持著風聲,其實是有點吵的,所以今天這件衣服 Maii 先生跟我說,你這件衣服買了這麼久,還未介紹,快點跟人介紹一下 今天我就是跟大家介紹這件風扇衣服,是很爽,涼爽